大家好啊 这是一对曾经的金童玉女啊 曾经的这个白百合和这个陈宇凡啊 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叫陈胜童啊 两个人都是演艺明星啊 这个白百合啊 我是不认识他 跟他也不熟 这陈宇凡的 我跟他在两点上 有一点小小的交集啊 然后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他呀 这个陈宇凡 宇凡是他的艺名吧 很多演员都有一名 他真名呢叫陈涛 这个名太普遍了 是吧 我三姑就叫陈涛 叫这名的全国可能得有五十万吧 他呢 初中啊 上的不是一个好学校 他小的时候 可能他们家住在宣武 住在菜市口那附近 春树啊 这个宣外什么教场口啊 就这一带 然后他上的是西城 上的是39中 39中就在这个西黄城根北街 这是一条南北街 这条街的最北边 是这个四中 四中 然后再往南 现在叫全国人大新闻中心 过去呢 很多年前 那个地方是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单位叫中央国家机关 信件交换处 后来搬到远郊去了 关于他为什么搬 这个以后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节目 然后呢 我想想啊 对 顶到头 这条街顶到头 往左 就是解放军出版社 平安里 解放军出版社 过去我常去在那买书 军事类的书 在那个书店 还跟一个俄罗斯人聊过天 他是俄罗斯大使馆的 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我怀疑他是特务啊 军事特务 或者是文化特务 经济特务 然后呢 再往这条街啊 往南走路西 叫西黄城根小学 我们一个同学 就在三十九中原来当校长 他闺女 就是那小学上学 再往前 叫中央 中央文献 中央文献出版社 和中央文献研究室 原来的毛泽东选集 编转委员会 然后再往前 再往前就是 这个中央办公厅 机要局啊 就是很多 还有中职 这一块原来毛家弯 林彪的单位 林彪住的地方 这个三十九中呢 就快 快到东黄城根 西黄城根北街 快出胡同了 然后马路对面 是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这都是我的客户 再往南 京华印刷总厂 还有原来的西四交通队 全买我东西 这三十九中啊 我那个同学 在那儿 这个一把手 这个校长兼党委书记 然后有一次 我去找他 在学校门口等他 我就发现 这三十九中 都是坏孩子 反正我这么说 可能有点绝对啊 可能也有我自己的 先入为主的那种价值观啊 或者主观的价值判断 反正这些孩子从学校一出来 呃 叼着烟卷 然后这个 男生女生就搂着抱着 反正 你看你看人家胡同 到北边那四中 你看出来的孩子 是吧 都戴个眼镜 丝丝纹纹的哈 那就不一样 然后这个 这个陈宇凡 陈涛 就是这毕业的 本来我也不知道 但是后来呢 我这同学不在这当校长吗 就是我也求他 我说给我弄点买卖 那你给送点货吧 食堂 我给送货 送货的过程中呢 送货过程中呢 有时候呢 就到他那个楼道里啊 上个厕所什么的 食堂呢 是在偏南偏西 这个北边那个主楼 教学楼 到一层上厕所 然后呢 这个 有一些著名的啊 著名的知名的校友 每个校友挂一个照片在里边 然后我看最年轻的就是这个陈宇凡 陈涛 当然有一些什么富铁山啊 什么中国天主教的 什么三字爱国会的 也是什么政协副主席吧 反正一大堆 还有一些什么科学家之类的 这是初中阶段 这个陈涛 陈宇凡 然后他高中阶段 高中他没考上一个 所谓的普高 普通高中 啊 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不准备上大学了吧 他成绩不行 上了一中专 叫北京市粮食学校 简称粮校啊 那个学校的很多届 因为我 我是做粮油嘛 又在油厂工作过 所以认识很多人 他呢 到那去 他学的是 哎 哦 阿天 一百岁 不好意思啊 掰了动 掰了动 抱歉 他是学的才快 学的才快 据他妈说呀 他一拿起的算盘 拿起的账本 他就烦 然后呢 一拿起集他 他特别高兴 结果他就没毕业 没毕业 跟他同届的啊 跟他同届的 我认识好几个人 好几个熟人 他七五年的 属兔的 他那个 他们那界有 有好 比如说有什么 食品加工啊 食品加工专业啊 财快专业啊 啊 有什么食品营销专业啊 他学的是财快 结果就没两年吧 一两年时间 他就退学了 然后他就搞他的音乐去了 后来他就遇到了 那个海权 胡海权 沈阳那小伙子 他们俩后来 就搭档 组成了羽权 后来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知道他之前这点事 跟大家磨叽磨叽啊 一个小花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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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